我最近終於的起心肝減了30磅 而且對健康飲食越來越有興趣 所以今次我找來老友Cinsey 根據學習在中醫角度如何吃得更健康 現在的人生濕疹都會去看中醫 那你又怎樣看呢? 中醫理論認為濕熱和痰濕體質人士 較容易出濕疹 這些人通常會有口苦、口乾、口渴 但又不想喝水 然後又容易累 另外又比較容易捱食 又或者喜歡吃刺激性或辣的食物 或者經常都很喜歡吃很多食物 即是不控制的 這些人都會比較容易生濕疹 那生濕疹有甚麼要戒口呢? 濕疹是癢的時候很難止癢 即是有時你吃藥或茶圈都很難止癢 所以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逢犯於未然 即是平時靠你的飲食 如果脾胃好 吃少些生冷的食物 沙律、魚生壽、鮮味經煮熟過的食物 或者果汁這些類型的食物 吃少些 脾胃自然沒有那麼大力的負荷 之後呢 它就可以在你身體運行正常 就將正常的濕 排出體外的時候沒有最濕 那你就不會那麼容易生濕疹 我明白 即是甚麼都不能吃 那其實還可以吃到甚麼呢? 針對濕葉型濕疹的食物 可以有些清熱利濕的食物 或者吃屬性平和的食物 也可以 即是你可以有冬瓜、西瓜、老黃瓜 那些你一定知道 也可以有些粟米酥或者青瓜 那如果你很想吃肉 那魚類一般都可以 還有鴨肉也是比較安全的 好 聽完你講了 沒有生辣食物 沒有酒 沒有辣椒 用你的冬瓜 還有鴨肉 就煮米粉了好不好? 首先呢 我們就切開冬瓜 先用這個鴨肉 那些冬瓜呢 就放到雞湯裡 然後煮滾 鴨呢 我就要起了一塊皮 因為太肥了 然後呢 腿肉呢 我就要放到湯裡 就是鴨牛湯 鴨胸呢 我們就會剁碎 然後做肉丸 有些你可以選擇的 可以涼一點點的生果 例如梨啊 齒啊 士多啤梨也可以 每個人出的濕疹 成因都不同 那就要辨別體質 就不一定不可以吃牛的 你可以看 但如果正在癢的時候 就盡量避免吃 因為牛呢 就屬性偏溫熱 所以呢 你看偏濕熱 你會容易 有喉嚨痛啊 或者有暗瘡啊 或者濕疹是很紅啊 很癢 就可以避免吃 但如果你是濕疹後期 不是發作緊的時候 偶爾吃一兩隻牛 是沒有問題的 生活上呢 你就可以穿一些綿質的衣服 免得癢症 另外你便洗澡的時候 不要用太過熱的水 然後另外要注意保濕 塗一些毛 當然是沒有防腐 就最好的Cream 就會好一點 你還不快點現在煮